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来没有分别 我来不来 没这个念头 他在四餐厅 在那个地方修行 所以 我们在佛经上仔细去观察 世尊为我们说的 这个三界六道 反圣同居图 非常明显地有三处 第一个 四餐 四餐一共有九天 其中有五天都是这些声闻他们修行的道场 所以四餐是反圣同居图 反福天有四天 圣人的时候有五天 总共是有九成天 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斗帅 斗帅天呢 是凡圣同居图 有内院 有外院 外院是凡夫 内院是弥勒菩萨 所以这个 斗帅天呢 是凡圣同居图 幻安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啊 也是凡圣同居图 确实有菩萨 有罗汉 有原觉 在我们这个世间住 也住在这个地球上 这些圣者 我们见不到他 他也不愿意见我们 虽然住在一起 彼此不相识 有缘的人 特别有因缘的人 偶尔会遇到 像诸位 常常拜餐 你们拜这个水餐 四杯三杯水餐 那个里面有个故事 加诺加尊者 是个摩洛汉 他的道场 在四川 欧达过世 害了人面穿 他是皇帝的老师 国家有名的这些大夫 都看遍了 没有人能把他治好 以后想起了 他在早年遇到一个人 曾经告诉他 你有极难的时候 将来你来找我 告诉他 他在四川某个地方 在一个山上 山上有两棵树 你到那个树旁边去叫他的名字 你就会看 就会找到他了 他果然呢 找到这么个地方 真的有两棵树 在加诺加尊者 道场写出来 尊者 是摩洛汉 用这个慈悲三杯水给他洗这个窗 冤结结除 他好 离开的时候 没走多远 回头一看 没有了 一片荒山 这证明啊 真的我们这个世间 由摩洛汉去住 我们看不到 他有他的宫殿 他有他的道场啊 这是《慈悲三杯水餐》里面记载的 决定不是假的 悟达各司 不会打妄语 不会骗我们的 另外一个 我们进途中 第四代的祖师 法赵大使 法赵大使 早年在恒山 南若 湖南的南若 他出家修行 心地非常之好 有一天早摘 早晨吃猪啊 那个时候过堂吃饭 出家人都用波 波里面呈的是稀饭的猪啊 那么他们正在念公养咒 公养咒念完 准备吃饭了 眼睛一看那个波 波里面呢 现在有像 就像电视一样 现了画面 他仔细看 看得很清楚 看到里面有这个金碧灰红的 大的这个寺庙 那个山啊 路啊都看得很清楚啊 很明白 看了很久 没有 以后没有了 这个像没有了 他吃完饭之后 就把这个事情呢 给一些同餐道友 几个比较要好的人呢 告诉他 他看到这个像 结果有人就跟他讲 他说 你所讲的这个好像是舞台扇 于是他就发心去朝舞台 那舞台扇 文容书和他就到场 他一到舞台扇呢 很熟 果然跟他看得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路什么的 他都很熟 他就寻着那个路去找 找到了 大圣诸灵思 就是他在波里头看不到的 他就进去了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 有两万多人啊 围绕着在那里听经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作息啊 大概都是这样的 前面一排啊 人都不愿意做了 后头都坐满了 他后来的 没地方坐呢 就到前面来坐了 所以居立文书菩萨就很静了 菩萨讲经完了之后 他上前请教 末法时期 众生业障很重 修哪一种法门容易成就 文书菩萨就教给他 修念佛法本 念哪一尊佛 念阿弥陀佛 文书菩萨自己念了几身 教给他念 他就学会了 以后 离开大神主灵寺 语言图啊 想做做记号 下一次来 不要忘记 结果回头一看呢 荒山一片 道场没有了 这才知道啊 文书菩萨真的在无态上呢 无云的人见不到啊 他的宫殿是七宝宫殿啊 菩萨的宝叉了 法照本来是参产的 以后啊 专修念佛画本 他在文书菩萨那个地方学的 这个念佛的强调 于是乎就提倡 叫五慧念佛 所以人家也称他叫五慧法司 就是称法照的 是我们进度宗四座 但是诸位要想的 现在呢 我们也听到有录音带有五慧念佛 这个谱子是民国初年 民国二十几年 也是一位法司我记不清楚了 是一位法司写的 那这个法司懂得音乐写了一个谱 取这个五慧的意思 那么这个乐谱啊 我是1977年在香港讲经 在谭安学老法司的中华佛教图书馆里面看到的 看到有几本 已经很旧了 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我看到也很欢喜 我对音乐不太懂 但是看得很欢喜 因为我知道法照禅寺这个故事 看到这五慧念佛 我就把他带一本回台湾了 在台湾就翻印了 翻印也印得很多 以后我们台湾由于法司 法整法司 跟我同届 年龄比我大一点 他懂音乐 没出家之前 喜欢唱歌 懂音乐 以后呢 他在中立元光佛学院教书 就拿这个谱子去教他们唱 所以他们唱一段时期之后啊 就落了一个带子来留头 这个带子我听了一听 我感觉的不是法照禅寺所传的 为什么呢 这个佛号念的 最要紧的念的心要定 要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 这是正确的 他那个神调 这个无会念佛的神调 很好听 像唱歌一样 不能叫我们定心 那么换句话说 那就 对修行没有帮助 我们要修清净心 我们要修一心不乱 那个神调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 但是有好处 当作音乐表演呢 可以借银出击 很好 借银出击很好 那就很有功德了 真正修行不行 那个神调不行 真正修行 诸位一定要细心去体会 这个神调能叫我心定下来 能把我的妄念统统念掉 那才有用处 那才有用处 所以种种念佛的音调 我们仔细去观察 哪一种适合于自己 像现在我们做了不少念佛机 念佛机里面这个神调 大概是台中联圣 李炳南老居寺 那个地方念佛神调 所以这个神调很单纯 四个字阿弥陀佛 听久了 确实心会定下来 那么这是说明 凡甚同剧统 我们这个世间 真的有菩萨 有莫罗汉 住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凡夫不认识 凡夫也见不到 而这些圣者 常常会化身 在世界里 与佛菩萨有缘的 可能你就遇到了 虽然遇到 你也不知道她是菩萨 她也不会告诉你 我是什么菩萨 她不会假的 这个事情有 我有一个老师的太太 在抗战期间 我念中学的时候 我们校长的夫人 周邦道 周老师的夫人 胜利以后 她住在南京 在南京遇到地藏菩萨 那个时候她还不信佛 地藏菩萨到她家 她跟她华相友 也不多 好像只华 是五斤相友 她没有给她 以后很后悔 她没有给她 那么地藏菩萨就走了 走了之后她突然想起来 那个时候她住的一个院子很大 庭院很大 院子外面有大门 当中还有二门 到里面住家的时候 是第三个门 门都是关的 所以她突然想起来 这个和尚 她说她是九花生来的 走了以后再想起来 她怎么来 门没有开 她突然走了 也没有人替她开门 没有看到她开门走 所以这个疑问 时钟她就不接 就是生平遇到这么一段怪事情 但她真的 她不是做梦 是白天 一个出家人 从九花山来的时候 给她华相友 所以以后到台中她学佛了 把这个事情 问李老师 李老师就告诉她 地藏王菩萨 她才晓得 地藏王菩萨化身来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就会遇到佛菩萨 但是不知道啊 还不晓得 佛菩萨非常慈悲 常常照顾我们的我们不认识 就是 这是这一个世间 叫凡山腾菩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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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